12月31日,北京市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表示 北京市新冠疫苗接种分两步走 2021年春节前完成9类重点人群紧急接种 根据国家部署和疫苗批准上市及供应情况 2021年春节后组织开展其他人群接种工作 第一个阶段,2020年12月底 市区两级制定接种实施方案及配套的技术方案 部署启动全市接种工作 以区为单位开展重点人群的摸底工作 试点在部分设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 口岸装卸、搬运、运输等相关人员开展接种工作 第二阶段,2021年1月份 各区按照国家确定的重点接种人群逐批开展 有序推进 2021年1月中旬完成所有重点人群首针接种 24周后接种第二针 第三阶段,2021年2月 在9类重点人群接种的基础上 根据统一安排有序开展其他人群的接种 目前重点人群紧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不采取个人预约方式 所在辖区将有组织的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而民众在接种疫苗前也应了解相关常识 接种新冠疫苗前 应按照组织接种单位通知 主动提供自身的健康状况 比如有没有对一些药物的过敏 近期有没有发烧 有哪些基础疾病 并按要求携带身份证 做好戴口罩等个人防护 前往接种点 了解接种程序 认真阅读并如实填写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完毕 需在接种点指定区域留关30分钟 方可离开 同时要保证接种部位的清洁干燥 注意观察体征 如果出现持续发烧等现象 可以就近到医院就医 并向接种单位报告 旁星火说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开展 将来会有更多疫苗投入使用 符合条件的人群都能实现应接进阶 暂时没有接种的人群不用担心 陆续会安排接种 此外 旁星火表示 新冠疫苗和其他疫苗不建议同时接种 这次采用的就是做的重点人群 大人群的这个接种使用的疫苗呢 是灭活疫苗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 它的安全性也是比较好的 不过对于新冠疫苗 这是一个疫苗家族的一个新成员 我们建议在接种时间上 最好与其他疫苗要分开 相隔至少两周以上 尽量减少非预期的一个相互影响 同时也需要密切观察 疫苗接种后的一些反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